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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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這個什麼 RS6 RS7 就A6 跟A7的RS版本 性能版 哇水泥灰 水泥灰現在不太流行了 這個水泥灰現在在路上看到已經覺得 沒那麼有質感了 你有沒有覺得嗎 就被玩爛了吧 誰玩爛的 你講清楚喔 普羅大眾 欸其實A7蠻帥 可是有點長齁 最近那個聲勢皮質他們是又在 玩奧迪的 BDM玩一玩又玩奧迪的 哇這連天好大喔 你看看這連天你們覺得視覺感超有的 可是有時候我都覺得連天太大 你如果車不夠低看起來很怪怪 很像亮卡都變很像休旅車那種感覺 怎麼還是這個六角形的水箱護罩 沒有心梗的齁不過那個氣霸好大 中間的氣霸跟旁邊兩個三角形的氣霸都超大 這一次呢奧迪又會玩什麼燈光遊戲 被汽車當務的照明場 還喜歡玩頭燈尾燈啊 四妹燈啊 我上次看那個影片還有那個 可以投射出道路的燈你知道嗎 你沒看過對不對 你的大燈喔 幫你投射出線條跟轉彎 就像你在玩GT賽車 它有那個建議路線 超屌喔 燈裡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圖案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建議路線 跟玩GT賽車那個一樣 你還沒看過 我沒有啊 你看把燈彎到緊繃了就是這樣 它就一直在想說 頭燈尾燈我要怎麼弄 才可以弄到不一樣 它每次都在突破自己 把那個建議路線照出來 我真的覺得超屌的 1983年成立的奧迪Sports部門 喔它是一個部門欸 40周年 宣布了將在什麼 2026 哎呦要加F1了耶 你有沒有看F1嗎 我是沒有 你知道開F1脖子都很粗你知道嗎 脖子都很粗嗎 脖子都很粗 你去看F1賽車手每個脖子都超粗的 舉例啊 不然你頭在那邊甩來甩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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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真的啦 你以為再看一下喔 沒有我知道 我是不用訓練 我本身身出來就這麼粗啦 但最近聽到NONO以後 我有點想說 哈哈哈 很想要知道一下你知道嗎 很好奇 南港黑人哥到底你跟它比起來是怎樣 我會好奇 怎麼講到這邊 等一下好好一個新車發表 已經講到南港黑人哥 以後改名叫南港NONO哥 哈哈哈 透過各類型賽事行李 你讓RS車系登附賽道的氣息 另外這三角型的氣發 左右側這個不錯 裡面還有雷達 它頭燈很像野馬 怎麼講 就一條一條 後面一條一條 阿屎阿 這好像流蘇咧 我混在我 管子好大一管 欸這後燈很像流蘇 流蘇是什麼你知道嗎 流蘇就是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蓮子啊 蛛蛛的那個蓮子有沒有 要進去還要這樣 皇上吉祥也行 哈哈哈 前後保桿到車頂架置 側裙都有消光泰灰材質包覆 喔太灰色的 RS6沒有貫穿式尾燈 喔這有貫穿尾燈 RS7才有貫穿尾燈 欸這個比較漂亮 這比流蘇漂亮 黑化套件四萬七 碳纖維套件三十四萬 那我猜喔 三十四萬是有哪些內容 很想知道 可是我覺得RS7的尾燈比較漂亮 不是因為貫穿啊 我覺得比較有整體感 欸這個尾翼不知道有沒有電動生效 應該有喔 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一定很貴 喔無框玻璃水 最愛無框玻璃 副駕駛座也有中控按鈕 裡面是車紅線的皮翼 RS6是一般窗框 喔沒有無框 喔這連鏡不錯喔 黑色亮面烤漆 這連鏡我給過 兩根大根 喔對很大一管 欸可是你看它裡面還是小香腸而已 有沒有 置管很粗 可是它裡面你看還是小香腸 欸有閥門欸 肉眼可見閥門 喔欸銀邊燈 啊這個就算你不做那個 也會有套件 外面肉眼開發 喔它的椅子 蠻特別的 很像那個記憶枕那個有沒有 記憶泡棉那種感覺 椅子窗墊 哈哈哈哈 類似那種的嘛 門檻上的名牌會 喔這個冷光門檻 這一家Toyota最多了 看你要Play Me 或是要Week 或是要Artist 我們Toyota都有 對不對 阿澤是小菜機 所以他不知道 還特別講說 喔不要叫阿澤啦 我們叫丹尼 聽起來比較高端一點 好不好丹尼 他可能不知道名牌發光 這很早以前我們就有 欸副座有點弄 喔你看鋁合金的這個 喔小七哥你看有沒有 小七哥親自立臨知道 全景天窗 鋁合金行李下 你看 要是我就會想把那個女兒拍清楚 這丹尼一家是不專業的你知道嗎 是不是 有待加強 阿戴如果你 你會不會想把他拍清楚 我會去他正面拍 對嘛 調教一下好不好 你學弟也要教育一下 叫他不要那麼認真都拍車 沒有幾個人在看車的 我們粉絲專業影片 沒有幾個人認真在看車的 好不好 有妹就是一定要拍妹 有車摩拍車摩 沒車摩拍參展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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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丹尼加油丹尼 全景四天莊 黑天篷黑天篷 這個是RS7的冷鏡 22吋欸 超大 比FX35更大 FX35Sport好像也才21吋 20吋啊21吋而已 這個一個轎車已經配到22吋鋁圈 你看這有沒有保的 這可能30吋而已 我看到了被耐力的胎體 不過我覺得 RS6的冷鏡比較好看 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卡比較好看 個人比較喜歡這數字狀 來來來來 V8齁 3996cc 渦輪增壓 怕死人 V8 4000cc已經夠很了 又渦輪增壓 最大馬力630匹 最大扭力850 牛頓米 8速hypertronic 0-130.4 哇好快啊 他電腦好像又放引擎式 馬力較上一代增加30公里 最大扭力增加了50 10-130 Quattro的四輪驅動性 有搭配新型的中央插速器 四輪轉向 四輪轉向 這頭燈我覺得改變其實不大 形狀都差不多 他只是裡面的燈管 改一下造型 換形狀而已 燈劇場這次改的不是讓我們很驚艷 不過他一樣平靶的板皮方向盤 那什麼我們柯P也有 柯P也有 這位柯P毛 阿肯 貼羅 材質 內裝部分都以皮質套件 包含儀表上方的車門扶手 上方門板 中央安座兩側 都有鋼琴烤漆跟碳圈飾板 質感 下面是恆溫螢幕 怕你看到沒有 畫兩個大座位 浪費空間 雙驅恆溫 下面的應該是冷氣空調系統 我喜歡這個 排檔桿 像那個美國車那種 飛機型 T型的那種Family 我也想要買一台Family 那我們去買一台 到齊嗎 對啊 很帥 飯底所開那台Family 我想買一台 那開在路上感覺很帥 雖然我可以知道那個車應該很難開 美國車的車頭很慘 很難開很笨重 CC數雖然很大 可是你的車子就是爪距很慘 台北市開你就會開得很惱火 還有停車的時候你就會很惱火 就跟泰山那樣一樣 差不多年代 我喜歡這種T型的排檔桿 有那種開飛機的感覺 然後差不多排檔桿 也有ACONTERRA FIN NAPA 混搭材質 這個格子紋 你們就自己那個 我是不喜歡我覺得好醜 你看看這個 紋路好看嗎 嗯沒什麼怪怪的 真的只有外面買的記憶泡棉做電力 合適用做電力 12.3吋數位儀表 你看他把轉速表放在中間 有沒有 這個就是什麼性能車的代表 轉速表先決 主要是讓你看轉速表 不要讓速度局限能 跟領寶接你一樣 10.1吋中後頻率 導航可以中文聲控速度 B B&O 欸 他怕全名我不知道那個什麼 B&O Rufusen B&O 環繞音響 有16隻喇叭 這碳纖維也有 日照感應視 四驅 橫溫空調 有兩組泰伯熙 跟一個12組的 後面也是面板的 欸 這像咖你會不會想拍清楚 有腳控了各位 哈哈哈哈 不知道拍到誰的腳了 哈哈哈哈 唉呦 廖瑩婷 哈哈哈哈 廖老大的腳 啊 我們拍到廖老大的腳了 啊 欸 打馬賽克 付費會員頻道解鎖 欸 有腳控看到很開心啊 對不對 把剛剛那個高跟鞋的腳 先打馬 然後到會員頻道付費解鎖 會員頻道有沒有馬賽克版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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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聲音了 廖老大的聲音啦 B柱上也有冷氣 哦 這個沒有沒有也有啊 B柱上有冷氣出風口 不過它的那個安全帶是 中間黑的 邊框紅的 欸來啊 價錢來了 大家洗洗睡了 下班回家了 散退了 價錢RS6呢 Avang Performance 750萬元 RS7 Sportback Performance 780萬元 欸這樣感覺RS7 比較划算欸 我會喜歡RS7 你先去做夢 睡風睡 別冥茫 現場也展出了 舊世代的RS680 我想說這個大燈這麼霧 這麼黃 好歹它展出 也把燈用漂亮的 整理一下吧 這又另外一代的 欸水泥色現在 我覺得真的不太行 我認真講 這個價格帶能夠買到的車 相當多 甚至可以買到911系列 以旅行車來說 台灣能買到最高規格旅行車 BMW就是M3 Competition Turing 跟Mercedes C43 S10 怎樣 我們客屁有啦 怎樣 欸 這句話很有深意喔 總代理表示 目前已接了不少張訂單 或許很快在路上就能看看 你知道這句話 含義在哪裡嗎 你如果今天是別的品牌 上市500台已經賣光 有沒有 現在要買要2025年叫做 目前正積極的跟原廠反應 希望能夠增加來台數量 有沒有 一樣賣車兩樣傾 有沒有類似這種感覺 沒了 好 RS6、RS7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付費記得解鎖更多的 有趣的畫面 下次見 掰掰 要訂閱啦 這新車給作的 掰掰